别动 别跳满脚 你要再动 毛巾顺着你的喉咙滑到肚子里 那你可就在了 你的胃口再好 也消化不了一条毛巾 到时候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憋死 听明白吗 听明白就好 乖乖地带着别动 你是被谁派来的 你想怎么样 你不用担心 我不是刺客 我叫砍手 刀砍斧舵的砍 手起刀落的伤 我是重庆李自堂十派的执法刀哥 我在这个地方很出名的 什么叫刀哥 刀哥嘛 就是江湖儿女 对了 你是个美国人 以后你在重庆待时间长了 自然就知道什么叫刀哥 我除了我 我除了是个很有名的刀哥之外 我还是黑石的人 我为黑石公主 确切地说我为李克江公主 李克江 对 没错 我就是他亲手带出来吃这碗冰凉的 他对我呢 就像青生大哥一样 美国人 听说你在武汉很嚣张啊 说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会窝里盗 是吗 你很了不起 你能用区区几句话 就击得我大哥一枪打枪自己 你真心 你了不起 那件事 我已经解释过了 那是意外 我 自己也没想到 没想到 中国说评书的有句话 宁学桃园三杰 以不学瓦纲一如箱 桃园兄弟的交情 知道吗 那是过命的交情 我跟李克江就是这样 所以他为你在武汉 爱的那颗枪子 我这个做兄弟的 实际是定要替他还上 你到底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别动 别动 舒服吧 别动 这是整个黑死的人 饿了一个周末跟你说的 你得领情 必须都很享受 这是我给你的见面题 叫红油超声 记住 是我收给你的 我来问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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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 你坐吧 对了 语文 我在望龙门那边 制了套房子 如果你闲这儿太冷清 不方便的话 你可以搬到我那边去住 语文 语文 你在说什么 我说 你如果不喜欢在这儿住的话 可以搬到我家里 上 上哪儿啊 算了 语文 语文 我知道你现在 心里不安稳 没关系慢慢会好的是吗 语文 你没忘记 我们从前一起的生活吧 没有 没有就好 语文 你 我刚刚回来 我有点不适应 请你体谅我好吗 好 我慢慢开始 语文 语文 这两年你受了很多苦 给我点时间好好补偿你好吗 相信我 人家不是说吗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我一定好好补偿你 能干吗 语文 快去 到后面 赶快给我送 出什么事了 那个 那个雅德利跑了 跑了 也不知道他中了什么邪了 写了张字条 说什么不愿意在这儿待了 报告 我们来后头发现了出色衣裳 可能是没过去穿的出色衣服 从头偷跑的 这后面的港带是怎么站的 你怎么看 连个高逼的蓝眼睛的外国人 都看不出来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跟我追 雅德 一群废物 要是这个美国专家出现什么纰漏 那可就天下大乱了 唐老板要是知道了弄不好 咱们所有的人都吃不了兜着走啊 别说那么多了 赶快去追 我也去 不行 语文 你不能去 万一雅德利逃到了市区 就算我们所有人撒出去都不够用的 不差你一个 听话好吗 外面很危险的 别让我担心好吗 好 师父 我给你钱 带我去市区吧 他懂我了 没事 没事 你快点啊 快一点 快 快 来 你散发 来 来 快 快一点 快一点 快 快 快点快点 год 快点快点快 organisations 摆aving 欧阳 这是咱们的电台刚刚收到的 是明码电文发给你的 雅德利从黑石跑了 他孤身炎在重军乱跑 这太危险了 欧阳 一个小巷先帮黑石找人 一定要把雅德利找回来 好 小巷 等我一下 王主任 我这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咱们的地方睡觉了 现在都在重庆 你可不能像我在武汉的时候一样 不管我 保重 你可不可以 外国先生 你去哪儿 我们招子送你 码头 朝天门码头 码头啊 行 来 跟我走 来 好 到朝天门码头 一个大洋 没问题 没问题 走吧 快一点 去 去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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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笨 唠叨 打死戏 别动 进去 大哥 要杀他们吗 小朋友 吃糖吗 他们到哪儿了 他们在罗家湾解决目标 鱼已经咬够了 小朋友 跟我走 姚丁先生 跟我走 你 快 你 你 这不是地方 等会儿再说 我们是怎么了 谢天谢地 总算找到你了 我不愿意回黑市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你问他 你问问他 今天在黑市 是怎么对我的 美国人 你别误览好人啊 我大哥为了救你 自己都挨了一枪了 我告诉你 你是看黑市条件不好 才自己离开的 别找借口 随便你怎么想的 我还是要离开 你们拦不住我 我既然找到你了 你就没那么容易离开 就算 你们把我强迫拉回去 我还是要走 也许你们之间 是有什么误会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必须 回黑市再说 告诉我 现在是什么位置 打通监 小魁下车 快 快 小心 走 走 妈的 什么破枪 一点准头都没有 老大 怎么回事 那个男的很厉害 打死我们很多兄弟 再厉害也得死 他们跑不远 给我追 是 老 这这这快 这是御职啊 这 顾不了那么多了快 来来来来 堂可不能进啊 大哥登上金交椅 三哥住上巴人台 李志堂拜师派 人称勘手 原来是勘手大哥呀 我是信赐他的 今日大哥来到这里 有什么事请吩咐 我跟外边一帮人 结了两个 对了派 所以先来你这躲躲 行 快进去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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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干嘛不进去 万一里面有人呢 你还怕长睁眼 那好吧 来 你留着点 里边人 出去 快点 我们到这里来 干什么呀 你不是爱洗澡吗 这回让你洗个痛快 看着大哥 这里虽然说是我们刨客会的水口 但这里除了我之外 没有多少人能管用的 怎么办呢 外面那帮人都带着枪 咱们人手 不能硬拼啊 这样 把你们所有的人都叫来 抄上家伙 这儿是咱们的地盘 他不可能来明的 一定会偷偷地摸进来 待会儿 不管是进来洗澡的 还是来杀人的 进来一个捆一个 一个都不放过 是 兄弟马上就去办 好 好 这样找下去 希望太渺茫了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好像牙德利他们 已经出事了 不会的 我们再找找看 这样吧 我们兵分几路 好 大哥 就这儿 是 小七亲眼看见他们躲进去了 这样 安排个人 换上苦力的衣服 混进去 见机行事 大哥 咱们得抓紧时间哪 万一黑市的人 真的来支援 咱们怎么办 废话 这又不是武汉 招什么急啊 快去 是 我这儿就有安排 现在比较危险 但是不要怕 走 走 走 翻车 看着大哥 这家伙还真带着枪呢 看待我们有麻烦呢 看来他们是等不及了 我没有电话 没按 不行 我们不能坐这点等 必须得跟上风联系 请求支援 可惜发报机坏了 要不然 我们可以发报向上风求援 来 我看看 也许还可以用吧 走吧 我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关你个屁事 就是我的真剑 你也是黑市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是湖南军事学校毕业的 昨天才到黑市报到 还没 还没正式开始工作呢 程永福 会用枪吗 我在学校是学无线电的 没学杀人啊 那你赶紧帮他们看看 快 兄弟 嗯 你就帮我找个小巴来 一定要机灵点的 好 您放心 小静云 小静云 快点快点 来了 这是我们新的党的老妖 小静云 非常激烈 这是看守大哥 看守大哥您好 我小静云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你替我跑趟腿 带上我的证件 去趟警察大队 跟他们说赶紧过来支援 快去 这儿说了你的命 就看小静云的了 小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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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统办案 格杀无论 闲杂人等都不退开了啊 把门口看住了 出来一个杀一个 是 大哥 可是这不是咱的地盘 万一把警察和军统的人招来 咱就脱不了身了 你傻呀 这是在重庆 只要咱说咱是军统的人 谁敢过问你 我告诉你 半个小时以内 咱想干啥干啥 大哥 还是你想得周到 来 谢谢 修好了 永福 你真醒啊 开手 发宝就修好了 太好了 赶紧发宝 好 奇怪 为什么黑市所有的频道 都没有回音呢 不对啊 那里应该 二十四小时有人追班 我都试过了 没有人应答 这就奇怪了 哦 我知道了 调试频道 今天我放所有的频道 在傍晚都要关闭 那需要多长时间啊 一个小时 这么说 一小时之内 我们就都死了 天哪 10六圈ropolis 你看 都紀元 明天 Talk 那拍照 我的人 她 以为你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看在这些被你死去中国人的面子上 你也要活着回去 活着回到黑市 好的 我答应你 不过 你也应该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你也应该活着回去 我要还给你一桶滚烫的热水澡 好 祝贝 顶风朝前站 才能适合 咱们今天能不能活着出去 就看老天爷帮不帮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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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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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雅 走 走 大哥 动静闹大了 搞不好 一会儿警察处的人来了 这 你个猪脑子 警察处 今天要是不怕那个外国人干掉 回去 那位能饶了咱们吗 是的 他们就在前面 一定要把他杀了 追 是 快 消息缺钱吗 春晓 我们走 走 是 我们要是不能饭的 会儿 是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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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先生 打好您东西 慢走啊 下次光临 走好您的啊 别说话 开车 这边 这儿 快 大哥 前面什么又没有 我们往哪儿追 追个屁 到嘴的鸭子也飞了 大哥 我看 别往前面去了 万一他们有接应的 这给咱一国会了 干嘛 这接应 你知道还说 还不赶紧撤 撤 撤 逼我跑 打一会 等等啊 请问 你们去哪儿 郊区地质研究所 这位小姐好像是受伤了 应该包扎一下 免得伤口感染 别乱动 你别误会 我不是拿武器 我是拿绷带 你是干什么的呀 随身还带着绷带 这个石道太乱了 走在大街上 说不定就遇上 冷枪黑刀的 带着他一方万一 你看 我不就是遇见你们了吗 这你放心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刚才我们是碰到了仇家 所以借你车用油 等到了地方 不会麻烦你 也奇怪了 虽然你拿枪顶着我 可我相信 你们不是坏人 你们到了 你们到了吗 你们到了吗 谢谢啊 地质研究所 你们是搞地质的 对 我说我说我说我 你还要不想 我说我说我说我 开门 证件 没有啊 我们是送雅德雷先生回来 开门 稍等 我要向上级汇报 不用报告 开门 是 长官 开门 卫平 到 叫你们唐老板到回市去 我们在那儿等他 是 长官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郭仲恒 总部的 你就是 路牙吧 一定是日本人派来的 希望能找到一些 证明他们身份的线索 他们可能是黑龙会的 совpärt 雅德利先生 早就听闻 你是美国著名的密码专家 刚到重庆 就连遭晓洁 受惊了 不过我们中国人常说 小杰是福啊 我相信 你在黑市将会一帆风顺 借您的吉言 你是于文 我认识你的父亲 忽兰全 我听说过您 郭伯父 您和家父 年轻的时候是同学 对 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学 他在我们那届学生当中 是最刚烈的 没想到啊 他的死 死的也是那么刚烈 路亚 我听说过你的事情 别惊讶 毕竟国公两党 现在合作了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我们双方的高层都在关注着 你的经历 我略有了解 我真诚地希望你 能放下心结 兵士前嫌 加入黑市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需要你啊 我们都穿便衣 不用兴经历了 好 坐吧 今天说了也巧了 家里人想吃鬼话糖 正好有空就亲自去买 没想到在路上就碰上他们了 你们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吧 郭主任在总部负责组工作 也可以说是我们黑市的上级 唐老板 你太谦虚了 凭着你们黑市的特殊地位 可以越级直接向一号汇报 我们平常只是协助你们工作 这样 告诉食堂 马上准备好酒好菜 今天我们要好好静静郭主任 不了 我今天能够把雅德利先生 完好无损地交给你 这一趟我就算没白来呀 我家里人还等着我 我就先走了 郭主任 您饭都不吃就走了 我们太怠慢了 好 老板 老板 我知道你们黑市初见仪式 要忙的事情很多 我改日再去吧 好 雅德利先生 宇温小姐 再见 陆亚 希望还能在黑市见到你 再见 再见 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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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你 我早就告诉过你 你的名字已经上了日本人暗杀的黑名单 在这样的情况下 看来 最明智的选择 就是留在这里 为你们服务 为中国服务 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服务 好好好 为你们中国服务 于温 你带雅德利先生到咱们黑市医院 请医生好好给你们检查一下 好的 走 陆亚 陆亚 先生 我是黑市的大老板唐大明 我是陆亚 王妃主任 派我到黑市报道 我代表黑市欢迎你 也欢迎更多的共产党人 加入我们黑市 为康日处理 这把钥匙叫舍牙 在黑市里 它有着重要的地位 黑市所有的重要亲密文件 都放在第一集钥匙 第一集钥匙的门上 装的是双重保险所 能够打开第一重保险所的 就是这把舍牙钥匙 同样的钥匙 在黑市一共有三把 分别在秦敖 李克江 和张响航的手里 他们三个分别是捷听组 破译组和外勤组的组长 这种钥匙经过特殊处理 无法复制 能够打开第二重保险所的钥匙 只有一把由我亲自保管 叫余颜 截听组的组长张响航 被证实为日本人工作 我已经下令处置了他 现在截听组群龙无首 我希望你到黑市以后 担任截听组组长的职务 唐老板 组织上派我来到黑市 是想以我在技术上的优势 配合你们工作 你这样的任命 我怕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和麻烦 恰恰相反 正因为你是共产党 我才请你担任这一要职 这样才更能彰显我 国共合作之诚意 唐老板 我接受黑市的任命 过几天黑市成立大会 我希望你能到场 一定 雅德利先生 如果你再酗酒下去 你的肝脏将无法分担 到时候你的身体会垮的 胡叔 我没有酗酒 谢谢啊 你这是诽谤 我告诉你 在我的国家 每天喝一点酒 开开胃 让自己放松 这不是酗酒 我不是那种 脏兮兮的酒鬼 好自为之吧 好自为之吧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世界上所有的大夫都是这样 我只不过 是爱喝一两杯 但是我一向有节制 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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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这不活着了吗 活得还挺好 你给我记住了 从今以后没经我允许 我不准你带预文去任何危险的地方 既然我大哥让我听你的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应该去看看医生 等等 你先去看看李大哥 他担心你呢 好 雅德利先生 我想现在你应该清楚 日本人是怎么想除掉你吧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轻易离开黑市 我领教过了 为了活下去 我会小心的 还有件事 刚刚接到唐老板的通知 是 路牙已经正式接受黑市的任命 代替张向航 领导接听小组 从今以后 我们就是同事了 那是好事 黑市需要那样的人才 我累了 我先回去休息了 遇文 我休息了 请不吝点赞 你 我会来 我会来 你 我会来 你 我会来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